大家好,昨天我们谈论了一下关于韩、蔡、宋第一场的证监会 我说呢,被摧残了一下 整个过程呢,忍受着精神的摧残 视觉的摧残 听力的摧残 把它终于看完了 看完以后呢,觉得嘴巴里吃了一个大个苍蝇 结果昨天一天都没吃饭 当然没办法,因为要评论嘛,你必须得看 要是照平时的话 一般来说,看到蔡英文那个镜头就直接换台了 或者听到蔡英文的声音直接跳过去了 那为了作为一个评论呢 这个时候就不能跳过去 就要忍受着被精神摧残的痛苦 把它给听完和看完 所以昨天呢,一天都被摧残的很不舒服 终于昨天晚上睡一觉醒来以后呢 今天早晨又被摧残了一次 被谁摧残呢?也被赖清德摧残了一次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有一个副总统的一个辩论会 也就是说张善政、赖和于女士三个人 作为副手呢,又有一个辩论会 我当时犹豫了一下 昨天摧残的心情还没缓过来 还没有看精神医生 像彭文正呢,他都不愿意去受那个摧残 他直接就不看了 估计彭文正看完了以后呢 可能直接就去看精神医生去了 我呢,内心比彭文正可能稍微强大一点 所以忍受着被摧残的痛苦看完了 今天早晨睡醒以后呢 德又被摧残了一次 赖清德又来了 我还不得不看,必须把它看完 所以整个看完以后呢 这个刚刚恢复过来的精神状态呢 又被揍下去了 嘴里好像又吃了一大苍蝇 又说话说不清楚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那就被精神摧残吧 也许明天就不用了 后边是不是还有几次啊 这个台湾大选呢 本来生活当中呢 不想受这个刺激 不想看那些不愿意看的人 不想听那些不想听的话 可是没有办法 既然我们想评论的话呢 就一定要忍受着被精神摧残的痛苦 把它看完 所以现在我就又被摧残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张善正 赖清德 余女士他们一个副总统的一个证件发表会 整个过程呢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起伏 也没有什么对抗 因为整个这个安排 就没有安排他们互相互呛 当然张善正首先发言 他说了一下他们的证件 他们的证件 其实张善正说的和韩国瑜说的是一样的 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在最后张善正特意还问了一下赖清德 你这个务实台独 你将来怎么跟蔡英文去搭配呀 他有这么一个问题问出去 赖清德在说话的时候 他整个过程他都没有回答张善正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他依然按照他的思路去走 赖清德在第一段讲话 第二段讲话和第三段讲话 虽然是分了三个部分 但是他有一个最强烈的一个信号就是 中共如何如何 台湾的民主要保住 现在我们是受到了来自中共的打击 他把蔡英文这个王国论 在这个场合里边呢 又无限的给放大了 他在第一节里边 光说这个中共这个事情 就说了大概有六分钟到七分钟 前面两分钟说了一下 台湾的民主来之不易 紧接着中共就出现了 中共出现了以后就不断的说 中共也好 香港也好 打压也好 武器也好 等等等等 全都来了 赖清德这个讲话呢 从他三段讲话过来 我看到他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主题 就是他主打王国论 主打中共 这个角色呢 应该就是给他安排好的 不许说别的 那赖清德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呢 也不止一次的 每一次都要说一下张善正 说张善正过去是一个暖男 现在呢 变成了一个愤青 当然张善正也没有回答他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一种小的这种挑衅 似乎也没有造成什么激烈的辩论 也没有翻起什么浪花来 但是呢 当我再次看到赖清德这个脸的时候呢 这个感觉真的是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在听到赖清德这个讲话 很明显的这个讲话呢 是有一个稿子在后边让他这样讲 所以现在我觉得赖清德这个角色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从他屈服于蔡英文 从他答应做蔡英文的副手 那个时间开始 其实我觉得对赖清德的看法已经彻底的改变了 已经彻底的不是过去我们曾经想象的那个赖清德了 他也就是一个蔡英文的附庸 在这种情况下 他说的什么话 他说的一切稿子 其实都是有人给他写好的 都不是他自己想说的话 作为宋楚瑜的副手 瑜女士 他确实他的整个的基调也是按照宋楚瑜那个调子差不多 就是在蓝绿之外 我们是有一些建议 我们有一些想法 同时呢 他也希望能够政党的那个百分之五啊 能够降到百分之三 政党的选举款的补助能够再往下降 从百分之三降到百分之一点五 其实我是觉得整个政党补助款都不应该有 都不应该用国家的钱去补助这些政党 让他们利用选举的这个机会呢 又大捞了一笔 政党补助款呢 他们是跟西方学过来的 西方就是补助那些大党 而那些小党那些独立参选的候选人一分钱都没有补助 这个其实也是不公平的 也是不正确的 但是呢 在西方国家就是这么执行的 到了台湾也是这样 政党补助款补助给大党 而小的就拿不到钱 这样的一种制度呢 其实是应该把它改掉了 所以看完了整个的副总统的政见会之后 给我一个感觉就是 这三个人都比较的平平 张善政的说法呢 这次也比较的谨慎 他也没有跳出韩国瑜那个圈子之外 也就是说之前张善政刚上来的时候 他经常说话是超越了韩国瑜那个圈子的 也就是说他跟韩国瑜经常说的是不一样的 这一次呢 他就比较注意了 他的所有的论述完全没有跳出韩国瑜那个圈子 而且他也表现出比较的绅士 没有用特别肮脏的语言 肮脏的案例 肮脏的话语去打击对手 因为作为一个副手 其实没有那个必要 张善政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也点了一下苏贞昌 也点了一下蔡英文 这些我觉得都正常 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而赖清德呢 在整个的讲话过程当中 就是一个主题要捍卫主权 要抗击中共 要告诉台湾人 只有他们是捍卫主权的 而国民党是不捍卫主权的 这个调呢 就是他们过去一贯的调 这个调一直就是民进党 做网络攻击的时候 在打击国民党的时候呢 统一的口径 就是说国民党是卖台的 而蔡英文政党是护台的 就是这么一个调 说了半天 还是这个意思 赖清德在每一段讲话之后呢 都重复同样的话 希望能够让蔡英文高票当选 希望能够蔡英文的政党立委过半 政党票能够投给民进党 他永远就是这么几句话 我看他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这个副总统的证监会呢 应该也就这一次就结束了 赖清德这个话题呢就过去了 不用再说了 下面我们还是期待一下看看 第二次韩国瑜和蔡英文对阵的时候 能够发生什么故事 到那时候呢 又得被精神摧残一次 还要被精神摧残两次吧 好像是 是不是都要看呢 我想要做评论的话呢 还是要看的 没办法 这个事情没有办法 那我们副总统的事情就不说了 我们就期待着下一次 韩国瑜和蔡英文的二次对阵 看看有什么故事发生吧 好 今天说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